T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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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謙,我曾經想過 今次我們倆可以一起康復 對不起,現在可能不行了 病了這麼多年 身邊的朋友不是怕我避開 就是慢慢地疏遠 直到你的出現 做了我唯一的朋友 一直開解我 但其實你也有自己的煩惱 敏敏,你叫我吧,好嗎 為甚麼你不肯接我的電話 你也知道我有很多話想跟你說 我說的 我究竟做錯了甚麼 我答應你 我會改的 你不是想買房子嗎 我現在在做慈善 我求求你 你接我的電話 敏敏,你不要跟我分手 我不可以沒有你 我說了多少次 我有男朋友 你不要再找我 你要我做甚麼都可以 去死吧 去我 見到你這麼痛苦 我甚麼都做不到 對不起 對不起 不過大概半年前 阿嵐他的病情無法 是我不好,是我叫他出聲 不是嗎 我怎麼會把所有人都當他傻 說他作故事 因為李樹權知道他有情緒病 知道他不敢發聲 就乘機搞他 平時會令阿嵐很絕望 很想自殺 我很想幫他 你只想幫他 所以… 你就殺了李樹權 你只問我和阿嵐的關係 我全都告訴你 你甚麼都不肯說 你只想甚麼都 抱上身,保護我的朋友 我可以帶你 我不是說錯了 所以這宗案件 從頭到尾都不是無差別殺人 你的目標只有一個 就是你輸的 有人的地方就會產生罪惡 而罪惡的根源 是會來自於一個關鍵人物 稱之為此作俑者 無差別殺人事件 無差別殺人事件的此作俑者 是一個超級市場經理李樹權 他因為性侵了一位女同事趙心南 而遭到趙心南的好朋友曾子謙的報復 於是當街殺死了李樹權 但是曾子謙在殺人的過程之中 突然之間精神失控 整個人變得沒有理智 胡亂襲擊途人,見人就劈 最後包括李樹權在內 造成三死、四重傷 我相信曾子謙自己也想不到 他自己的殺傷力 會在一下子之間 放大了七倍那麼多 李樹權身上的刀傷 四周全都是瘀痕 其他的死者是沒有的 是被人很用力地統殺才形成 因為只有這樣 你才能宣洩你的行業對不對 鳴事發生無差別殺人事件 其中一位死者是超市經理李樹權 警方認證拘留疑犯曾子謙 不准保釋 疑犯從拘捕至今一直保持監問 仍然沒有交代犯案動機原因 雖然你一句都沒說過 但我知道你是為了我 傷害我們的人 憑什麼可以當什麼事都沒發生過 這樣好好生活下去 阿謙,我也想幫你做點事 我要那個女人付出代價 阿謙,阿謙剛才無緣當中跪地 不要睡十刻死我了 其實那個白卡仔怎麼想你 你會否看不開自殺 他死他死吧,不要害我 她 Melted 不要煩死谷 他死了 然後哥哥就打你 妹妹 妹妹 他只是幫我處理現場 身為屍體 人是我殺的 不關哥哥的事 我只殺人 不是,但我為了你,我不後悔 你怎麼會很好笑的 現在,你要接受我應得的懲罰 這是甚麼 彭斯文的遺體 他也是一樣,中了很多刀 他身上的刀箱 到處都是乳痕 跟李雪拳的一模一樣 是趙新南 他用同樣的方式 同樣的行為 殺死了彭斯文 幫你報仇 英國的朋友你們好 TVB Anywhere 全新推出Web TV服務 現在無論是透過網站 或者是TVB Anywhere Plus的應用程式 都可以收睇到我們的精彩節目 記得支持我們的新劇 《香港人在北京》 還未是我們用戶的朋友 就快點掃這個QR Code 跟我們的同事了解最新優惠 各位APM的觀眾 我是有份演出 法政先鋒 六幸全者的舊屬的馬貫東 我是有份演出 法政先鋒 六幸全者的舊屬的大祖兒 精華片段是否好者呢 快點點在下面的連結 去我們歡樂APM Like和訂閱 收看更多TVB的內容吧